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在原貌,我们也不能辜负自己啊 王一博曾说过,想拥有隐身的技能 否则他出去的话,就会变成别人的时间 而不是自己的时间 现在的他,不再可能骑着单车去逛街 最大的可能不过是和朋友去滑滑板 可能是某滑板馆的深夜场地 可能是深夜的某练习场地 这好像是他目前来说最大的自由了 风光背后,是无限的难以言说 更有我们无法探知的酸甜苦辣 就像鱼与熊掌不可奸的一样 只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衡 还好,保密做得好的剧组可以给他相对的自由空间 比如,长空之王的剧组 虽然不再能经常见到最新鲜的他 但依然为他能拥有这种自由而开心 溺水行舟,不进则退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但在风光的当下 还能完全没有飘飘然他是进去的确实不多 王一博,当属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要知道,奋斗不一定全是为了吗 还为了骨子里的那份自信 淡定,从容 在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 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花自己的钱 过有质量的生活 还有相对自由的情况下 依然能不断进步的人 他内心的充盈与境界 是太多太多的人无法想象和比拟的 都清楚奋斗在于当下 在于自律 可你是否真的理解了这些词的意义 有一种描述,我觉得很贴切 当下不是时间状态 也不是对时间的一种描述 当下是生命的状态 是对生命力的一种描述 什么是自律 自律并不是说你要保证八点吃早餐 八点半出门 自律是如果你有某种设想 那么你要决定它是否值得去做 如果它值得去做 你就尽你最大的能力 去得到它逻辑上的结果 这叫做自律 即使其中有些地方招人不喜欢 你也要坚持过去 去做 总结起来就是 用你当下的生命力 去坚持做你想做的事 就像王一博一样 喜欢跳舞就去跳 喜欢摩托就去骑 喜欢滑板就去练 喜欢乐高就去拼 当你不能一下拥有很多的时候 就先从小处着手 一点点积累自己的能力与底气 一点点地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现在往回看 不仅能看到它出道后的所有内容 甚至连出道前的信息都有很多 相当于它的每一步 几乎都暴露在聚光灯之下 无法确切知道 它是如何拥有现在这样的心性 但我们就是欣赏拥有这样 心性帝王一博 借用于秋雨老师 在借我一生中的一句话 人生的路 靠自己一步步走去 真正能保护你的 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那么反过来 真正能伤害你的 也是一样 自己的选择 好像 能从这句话中窥探到一点什么 既然是路过它的全世界 当然要能从中吸收点什么 否则真是辜负了这么美好的相遇 热爱 奋斗 价值 我们要能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下自己 我想 只有这样才算不虚此行 啊 呀 呀 我 感谢观看